主料,南瓜500克,面粉1500克,辅料,酵母5克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准备南瓜一块,将南瓜子挖进,南瓜去皮,切好的南瓜片,越薄越好蒸,切好的南瓜放在蒸锅里面蒸,南瓜容易熟,锅开就差不多了。 蒸好的南瓜用勺子面碎,盆中放适量面粉,将南瓜泥倒入面粉中,用筷子搅拌成面絮状,盆中倒入适量面粉,温水中倒入适量酵母,搅拌均匀,放置10分钟左右温水即可,以不烫手为夷。 太热的水容易把酵母烫死,太凉的水面就发不起来,将酵母水倒入面粉中,用筷子搅拌成面絮,合成面团,放在温暖处发酵发酵,至表面成蜂窝状,大如现在的两倍几发酵完成。 取发酵好的面团,白面团与南瓜面团各一小块,用杆杖擀成长方形的薄片,擀好后可修改,用刀切去不平整的,将两块面片凸开,什么颜色的面片,在下面就决定蝴蝶的万一是什么颜色,我取的是黄色的在下面。 从两头开始卷起,我是从宽开始卷的,这样蝴蝶的层次比较多,卷好后,下剂子,将写好的剂子反过来放好,用筷子在蝴蝶三分之一处夹起,蝴蝶基本就完成了,用筷子定型后,用刀将前头的虚切开,蝴蝶就做成了,做好的蝴蝶放在蒸锅中蒸25分钟左右,虚蒸5分钟,烹饪技巧, 夹蝴蝶的时候用力些,但也不可以把蝴蝶给夹断了,适当的用力,帮助蝴蝶定型,要不等它一巴叫好,就会有些变形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